上次做完趴恰狗的毛球画 有好多宝子都很喜欢这个小趴 找了好久又找到一幅 还有宝子说上次我做错了 可以把毛球剪开再贴上去 来吧 今天这幅就用你们的方法 看看两种效果哪个比较好 先做黑色的轮廓部分 把毛球多剪一些 我先做黑色的轮廓部分 把毛球剪开